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奉神旨意 蒙照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同兄弟索提尼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 蒙照做圣徒的 以及所有在各处 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基督是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 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 因神在基督耶稣里 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 口才知识都全备 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 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 以致你们在恩赐上 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等候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显现 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 神是信实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赵 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弟兄们 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却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道 只要一心一意 彼此相合 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 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 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波罗的 我是属基法的 我是属基督的 基督是分开的吗 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 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喜吗 我感谢神 除了基利私部 并该有以外 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喜 免得有人说 你们是奉我的名受喜 我也给斯蒂凡家施过喜 此外给别人施喜没有 我却记不清 基督差遣我 原不是为施喜 乃是为传福音 并不用智慧的言语 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 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为神的大能 就如经上所记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 文事在哪里 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 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 变成鱼桌吗 使人凭自己的智慧 既不认识神 神就乐意用人 所当作鱼桌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犹太人是要神迹 希腊人是求智慧 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为绊脚石 在外邦人为鱼桌 但在那蒙兆的 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因神的鱼桌 总比人智慧 神的软弱 总比人强壮 弟兄们 可见你们蒙招的 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鱼桌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 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 为要废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气的 在神面前 一个也不能自夸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本乎神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 圣洁 救赎 如经上所记 夸口的 当指着主夸口 神经上所记录的 神经上所记录的 神经上所记录的